我说回上次和我帮人的问题 我帮他祈祷 接着他真是吸 咬 不停咬 他咬不出去 他说好舒服啊 神得好真实 他都知道我们是帮他祈祷 神的大能真的很强劲 我现在觉得神在我家中里面 真是作王作主 很感谢神 而且又要他宽恕我 我又宽恕他 大家互相宽恕 我想是最好的办法 另外说到 伯母患了末期与癌 医生都说不太行 他都是这几天的 好像圣灵吹逼我 你要陪你老公去 是帮他传福音的 他心很硬 之前又有软木 又有很多亲朋戚 有帮他传福音 他们是天主教的 但是都传不成 你了 我来 立即帮他 立即帮他传福音了 他说不要理他了 进入福音 然后说给他听 耶稣好爱你 耶稣叫我来探望你的伯母 我不知道这一刻 我是想哭了 而且觉得 以前我记住他一句话 我不太喜欢这个伯母 但是呢 原来我记了几十年 接着我向主认罪 为何我要记住一个人这样呢 原来我认罪之后 原来我对他的爱心很大 我可以为他哭 我可以一直跪在地上 我说神今晚你要得荣耀 你的名 我说耶稣今晚你的名 一定要得荣耀 神呢 叫我来传福音之后 他很快就 他很开心 我说了那个福音给他听之后 接着他就是 很开心笑着 好啊 那你就信了 接着我带了去抉子 很顺利 一切好顺利 原来我将荣耀重赞归回主耶稣 55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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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